首都昆城中雪新大楼今天开幕 邀请看守首相纳吉大驾光临 这名国阵主席不忘趁机谈及大选课题 提到火箭派遣天兵 直接挑战马华和民政重要领袖 形同歌喉战来个鱼死网破 Cutthroat Strategy of the DAP to contest directly against MCA and Gratkan National Leaders 看守首相还拍胸保证 绝对不会发生行动党所宣称的马来海啸 如果行动党以王至王的战略成功 遭殃的也只会是华社 针对早前可考虑承认同考文凭风波 纳吉今天当着众人面前 使用的却是英语 Recognition的承认字眼 强调果振绝对真诚 We have coupled that with credit in Basa Malaysia 首相顺势很批西蒙的竞选宣言 承诺执政后要重新检讨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协议 形容这根本就是一项错误 因为中国是我国最大贸易伙伴 因此促进华社不要受骗 这个越徒利桥是平民之后 主乎是平民之后 不是因为 takiej 股国最大贸易雷 一直够 saja